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是怎麽樣的呢?又或者是,為什麽我們不能看到神呢? 可是我的爸媽都不是基督徒,他們並不明白為什麽我總是會提及神還有主耶穌 有一次,我的爸爸試著解釋給我說,他說,其實有很多的科學家已經去過外太空, 而他們並沒有發現,在地球以外,有其他的人,或者是其他的國家 那個時候,我並不知道怎麽跟我爸媽解釋,可在那之後,我便發現,總是會有人問我這樣的問題 長大了以後,我有更多的問題希望能夠明白 好像,為什麽神總是會一樣不好的事情發生在這個世界上呢? 又或者是,為什麽科學的發現,會跟聖經上說的不一樣呢? 又或者說,為什麽神不能出現在我們面前,那我們都可以相信祂了? 雖然我有很多這樣的問題還有想法,可是我從來沒有放棄過相信神,或者是聖經上的話 相反的,我只是希望我能明白更多 有一天,我的朋友把我介紹給一位老師 我告訴他,我的經歷還有我心中的問題 很快,他便開始教我,關於聖經中的話 之後,有更多的人參加,我們便一起學習 很快,我便發現,我們所學習的跟我之前所聽過的很不一樣 而且,是那麽的清楚 我被我們學習的內容吸引著,所以我便決定我要繼續跟他們一起學習 而我們學習的內容,都是能從聖經中找到的 而且,我很意外地發現,就算是我讀過很多遍的故事 其實,他們比我想像中更要重要 在我去過的教會當中,我總是聽說,主耶穌是怎麽為我們犧牲 又或者,是在不同時間發生過的不同的事 可是我從來不知道,在這事故事背後,其實有更多的意思 令我更加興奮的是,關於天國的內容 我終於可以從聖經中明白更多關於天國的事 也能夠明白,神給我們真正的希望 學習一點以後,我便進入了星塵集 在那之前,我從來沒有聽說過星塵集 雖然在網絡上,有很多人說,星塵集不好的話 比如說,一旦你進入了星塵集,你就不會再有自由了 可是,我還是決定要留下來,因為我不能否認聖經中的話 而且,在網絡上說,星塵集不好的人,其實很多都不是在星塵集裡面的人 又或者,他們只是在星塵集待過很短的時間的人 那他們的話,又怎麽能代表真正的星塵集呢? 我在星塵集已經超過三年了,在這裡我有很多很好的回憶 現在我也更能夠明白神的話 我很清楚知道,那些關於星塵集不好的話,其實都不是真的 如果,你是一個只在乎你自己,或者別人說的話的人 那可能,星塵集對你來說,真的不會是一個開心的地方 可是,如果你也是一個希望能理解神,或者天國更多的人 又或者你也想知道更多關於神的承諾,還有我們真正的希望 那我希望你可以給星塵集一個機會,給你自己一個機會 聽聽真正的星塵集所說的,還有他們所做的 那你就可以自己判斷,真正的星塵集到底是一個怎麽樣的地方